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西北部,生活者姚族一个知系,因成年男子常年着白库而得名。 总人口约五万人,主要聚居在南丹县境内。 至今仍遗留着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阶段的社会文明信息,被誉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。 近日,记者前往白库窑聚居地,走进河池市南丹县里湖乡,异地扶平王上安置点。 只见一千多栋乡村小别墅矗立在记者面前。 白库窑同胞穿着民族服装来往于别墅间,形成一道特别的风景线。 南丹境内4.7万白库窑人口中,2万余人属贫困人口,贫困率达48%。 何文斌一家园住在南丹县里湖瑶珠乡,那里地处大石山区,自然环境恶劣,生态脆弱,资源匮乏,交通不便。 何文斌表示,以前住泥房,四面透风,搬迁后住上了小洋房。 2008年,为给家里减轻生活负担,何文斌初中毕业后寄前往广东、浙江等地打工。 返乡后,何文斌通过网络,销售家乡的土鸡、黑山羊、黑猪及野生蜂蜜等特色农产品,每个月盈利3000元左右。 他经营的电商还带动了18户白库窑同胞脱贫。 据何文斌介绍,白库窑的婚嫁、葬礼具有非常鲜明的文化特色。 目前他正在尝试用镜头记录白库窑文化,打算用三到五年的时间观察和拍摄白库窑文化的变迁。 我们就是喜欢现实一点的,我只想说我白库窑是怎么样,而不用别人去说。 对于白库窑搬迁农户所面临的文化保护问题,已引起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。 南丹县副县长梁采燕表示,当地政府已在白库窑贫困移民安置点,规划了相应场地。 共白库窑同胞举行葬礼等文化活动之用,并通过举办节庆活动等方式,加强白库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。